最近要到日本玩的 观众朋友们可能也特别注意这样的讯息了 尤其是玛利亚登入日本东北之后 后面还有跟着山神台风 但是在台湾的民众最好奇的是 这会对台湾的天气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详细的天气资讯请宣通带我们来了解 好 谢谢佳琪 西北太平洋上目前有两个台风 分别是玛利亚台风还有山神台风 而预计最快在日本南边海面的这个热带系统 可能在明天就会发展为今年的第七号台风安比 预计这三个台风都是会接力往日本的方向去 所以这一周如果你要前往日本的 都要特别留意带来的强风好雨 但是这三个台风对于台湾都没有影响性 因为距离都非常的远 看的就是西南风 其实强和弱会影响台湾的天气 如果今天西南风比较强的话 对于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来的比较明显 雨时也会来的比较强 但是如果弱的话 那么整个南部地区的雨就会相对的缓和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目前的雷达回波图 现在在屏东三地门的湿雨量 大概是50毫米左右 以及在南头的信义湿雨量是25毫米 这两个主要都是因为午后的热力作用 带来的对流云性 再来在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还有在全台湾的各山区 现在也都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要注意未来的几个小时 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尤其在山区要特别留意了 而在今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 在台北的信义甚至已经标出了37.2度的高温 这也是因为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有一点背风沉降 在整个北部地区温度都在35度以上 台北信义是37.2度 而未来几天的天气 看的就是西南风的强和弱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在今天其实午后雷震雨 会在晚上的时候稍微的缓和一点 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震雨 但是到了明天 其实午后雷震雨以及西南风 都还是会为南部地区 以及各地的山区带来比较强的雨势 而在礼拜四的时候 西南风会变得更加的强 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低压 会相对比较靠近台湾 所以这时南部地区的雨 就不只有早上和晚上 中午的热队流也会来得更强 而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则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但是这一波的高风 要一直等到下礼拜二 下礼拜二 其实你看到这黄色红色的一片 都代表它的风速 还有雨相对是来得比较多的 整个南部地区要注意 时不时的都会有比较强的雨势出现 甚至低洼处有可能会出现 积淹水的状况 而在北部东半部地区的午后热队流 强度也会来得更加的强 最后还是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温度很高 这几天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还是容易会出现 32到35度以上的高温 而在北部地区 以及东南部地区 如果西南风来得比较强 也不排除会出现36 甚至局部地区 有37度以上的高温 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 以及多多补充水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